为什么都去追求这个平台呢 因为它不平等 它跟所有的人们谋生的条件都是不平等的 它能够让你一夜出名 你就今天晚上干好这十分钟的活就可以了 你一年都有吃有喝了 而且立刻你的所有的生活都会改变 这在生产上在市场上叫不平等竞争 一个正常的社会是应该杜绝这种现象的 这是其一 其二 作为一个人类的机体 人 咱们用人的机体做比较的话 它相当于一个特别优秀的 异化出一个特别优秀的细胞 你明白吗 这些细胞优越于其他的细胞 它有丰富的血管做保障 所有营养都先从它这一过 然后它迅速就能膨胀起来了 知道这叫什么吗 癌细胞 癌细胞是人类和所有动物 生命体成的优秀细胞组织 它是异化出来的一个 变异出来的一个优秀细胞 因为它的优秀 所以它能够把所有的营养 都吸收掉 这叫不平等条件 它破坏了我们这个正常的 市场的秩序 所以才会造就很多人去梦想它 去追求它 这是我们这个国家在进步的时候 光着重技术进步了 忘记了进步之后就有不平等条件出现 同样的人群就开始分化了 就要两极分化 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一个事情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不是因为高技术 而是政府行为办艺术 办大型的那种歌舞秀 超大型的 我们的明朝 也是我们 包括元朝明朝都有 最后中国文化的衰败 就是从这开始的 明朝 有过一台晚会留到今天 我们还看吗 你在文件资料上 你能看到吗 有些文件只记述了它的规模程度 那都是我们今天无法想象的 那种规模 表演规模 无法想象的规模 比今天的春晚规模还大 或者是等于 相等 皇宫里办的 有国家 用纳税人的钱办的 有作品吗 一个都没留下 但是它对市场的破坏 整个戏剧文化的衰落 整个中国文明的衰败 从这开始的 所以你说它的意义 我们今天不但用国家行为 在造这种大型的秀 超大型的秀 同时我们还利用高科技 比过去又要加倍 你想想 这个所有最优秀的艺人 都被我们选到这里来了 那边怎么办 那边怎么办 二人传谁还演 那叫非物质文化遗产 谁去传承 真正的二人传谁去演 真正的戏剧的喜剧 谁来演 真正的京剧谁来演 对吧 真正的京剧谁演 大家都到那晚会里唱 一句七个人八个人 那一个小折子一段唱 一人一句这么传 这叫他妈京剧吗 那叫歌吗 为什么不平等竞争 对 我强烈反对这种东西 所以呢 就是上的时候呢 每个人有造化 能上的时候 也要想想 他只会毁了你 不会成就你了 而且有的时候 上帝要成就你的时候 他也许会让你吃点苦 上帝要是想毁你的时候 上帝要毁人的时候 一定要让他先疯狂 所以这时候 也是考验你们的时候 所以每个在这个媒体里 生存生活着 幸福的生活着的人 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上帝让我们疯狂的时候